纳英打破沉默 高调亮相 又担任导师去了 纳英自风波后首次公开亮相 照片中的纳英装扮时尚 一头脏变 涂抹着鲜艳的红指甲 一副丝毫没有受负面舆论影响的模样 充分展现了作为歌坛纳英 此前因健康原因 退出上海音乐节和推迟演唱会 是否真的只是生病 还是有其他考量呢 不过 他这次高调的付出 似乎也在告诉大家 神正不怕影子写 那么 这次的露面 会不会让他重新站在人气高峰呢 朋友们 纳英和好声音正在封锁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支持 让更多人看到 纳英一直以来 都是我们乐坛的代表性歌手之一 他的声音独特动人 演唱实力深受观众喜爱 然而 近年来 纳英却因为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 而备受争议 之前 他因为参加真人秀节目 我们好声音时的一些言行举止被网友质疑 而后又因为与乐坛新秀之间的争议 而引发了一场风波 这一系列事情 让原本高人气的纳英备受打击 他也选择了低调处理这些负面新闻 以其能够平息舆论的风波 然而 这次的高调亮相 却让人们对纳英是否真的受到负面舆论的影响 产生了质疑 从照片上来看 纳英的装扮时尚大胆 一头脏便展现出他的个性与自信 而涂抹着鲜艳的红指甲 更是为他增添了一份活力与魅力 他丝毫没有受到负面舆论的困扰 反而展现出了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 这给人一种 他并没有被负面舆论所击倒的感觉 让人们更加好奇 他之前退出上海音乐节和推迟演唱会的真正原因 那么 那英之前退出上海音乐节和推迟演唱会 是否真的只是因为健康原因呢 还是有其他的考量呢 这次的高调亮相 似乎在向大家传递一个信息 他并没有被负面舆论所影响 他将以积极的态度重新回到乐坛中 这也让人们对他即将担任节目乐队的夏天的导师充满期待 乐队的夏天是一档以摇滚乐队为主题的音乐真人秀节目 由邓超担任主持人 那英作为导师加入这个节目 无疑为节目增添了一份亮点 那英在音乐领域的造诣无人能及 他的经验与才华将成为这个节目中的一大亮点 不过那英此次出席节目的心情却是外表假装镇定 内心却慌得一批 这或许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也怕自己的选择会再次引发争议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 他的到来将给这个节目带来更多的关注度和话题性 那么这次的高调亮相和即将担任导师的身份 是否能让那英重新站上人气高峰呢 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问题 无论如何 那英的才华与实力是不容怀疑的 他的歌声一直是众多观众所喜爱的 希望那英能够以积极的态度 面对负面舆论 继续做好自己的音乐事业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歌曲和表演 相信只要他真心投入 他的人气一定会重新回升 他的声音也将再次震撼人心 俗话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那英万万没想到 他会称霸华语乐坛 十年 风光无边 却因为刀狼的一首新歌《罗刹海事》 成为了广大网友的笑柄 他与刀狼之间的过往恩怨 已经成为了无数人执着的黑料 再加上反驳争议愈演愈烈 那英现在已经成为网友炮轰的对象 此时 那英辞去了音乐节的演出 就连他的澳门演唱会也被推迟 这一操作 一度让网友认为 那英可能会暂时避开风头 安静一段时间 但事实证明 网友们确实把那英想得太简单了 身处舆论风暴中的那英 不但没有克制自己 反而不惧骂声 高调参加另一档综艺节目赚钱 与中国好声音类似 乐队的夏天也是一档音乐PK节目 那英参加这档综艺节目 担任老师和角色的评委 说到底 还是换汤不换药 在乐队的夏天节目的视频中 那英的表现非常抢眼 他不仅身材饱满 浓妆艳抹 盛装打扮 而且全程处于自娱自乐模式 与嘉宾互动频繁 在许多镜头中 他都笑得合不拢嘴 看起来心情非常好 于是很多人感叹 那英的心理素质实在是太强了 面对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骂声 他还能笑得那么开朗 他确实已经达到了音乐界一姐的地位 他确实不是一个普通人 有网友认为 那英上综艺赚钱 其实是那英的反击 现在那英在网络上遭遇了强烈的舆论攻击 大家都认为那英顶不住压力 不敢现身 但那英就是想逆潮流而动 他想用自己最好的状态告诉大家 他依然坚强 依然活得很漂亮 因此 无论网友如何攻击他 那英的主要着眼点还是尽可能的潇洒 有网友认为那英实际上是在抢颜欢笑 他表面笑得那么开心 其实恰恰证明了他内心的紧张和不安 毕竟 几十年来 那英在音乐界有自己的骄傲和固执 不管他有多难堪 他都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笑话 说实话 无论那英是抱着什么心态参加这个音乐综艺 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 在金钱和名誉面前 再大的舆论风波也不值得一提 尤其现在是流量为王的时代 黑红也是红色的一种 所以风浪再大 也挡不住那英赚钱的脚步 毕竟 按照那英目前的人气 无论他出现在哪个节目中 都一定会霸占热门话题 节目组邀请那英参加节目 可能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在那英看来 参加这样的节目不仅能赚钱 还能用实际行动告诉网友 评论区评论破千万又如何 网上骂声如潮水般涌来又如何 他一点也不受影响 受到影响 依然活得潇洒 不得不说 那英确实不愧是华语乐坛的第一夫人 即使在现在的舆论氛围下 他依然精神抖擞 上节目赚钱 有说有笑 这种心态真是无敌了 让我们示发一下好声音的历史 这当由国外某知名电视台制作的歌唱选秀节目 自引入我们以来 便凭借其新颖的赛制和强大的导师阵容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 一夜间 各地的选手报名人数猛增 节目收视率一度飙升 成为各大卫视的王牌栏目 好声音的辉煌并未持续太久 从近期传出的消息来看 赞助商在投入巨资后 并未看到预期的回报 因此决定终止与该节目的合作 据估算 这比损失高达五个亿 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 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那么导致好声音走向没落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除了赞助商方面的因素外 节目本身的问题也值得深入探讨 好声音的赛制在经历了多季之后 逐渐失去了心意 观众对于熟悉的投票方式 静眼环节和评选标准 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 对于心意的需求日益增强 如果节目组不能及时调整和创新 势必会失去原有的观众基础 导师阵容的吸引力也在逐渐减弱 虽然每一季都会邀请到实力和人气 兼具的导师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观众对于这些熟悉的面孔 已经失去了新鲜感 节目组需要思考如何打破这个局限 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好声音的选手质量下滑 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随着报名人数的减少 挑选出具有潜力的选手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不仅影响了节目的观赏性 也使得观众对于选手的期待值不断降低 除了以上问题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影响了节目的收视率 例如同类选秀节目的竞争日益激烈 观众的选择越来越多 此外 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 观众对于传统电视节目的需求也在逐渐降低 面对这些挑战 好声音团队需要全面反思并采取有效措施 首先 他们可以尝试对赛制进行创新 增加新的竞赛环节和评选标准 以吸引观众的兴趣 其次 可以考虑邀请更多具有新鲜感和精细度的导师加入 为节目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提高选手选拔标准 挑选出更多具有实力和潜力的选手 也是提高节目质量的关键 好声音团队还可以通过加强与新媒体平台的合作 扩大节目的传播范围 吸引更多的观众关注 通过线上互动 社交媒体营销等手段 提高观众的参与度 提升节目的影响力 赞助商与节目组的合作 也是至关心得的一环 双方需要共同探讨 如何通过创新和变化 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和影响力 例如可以增加一些特别的互动环节 让观众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赞助商的产品和服务 或者合作推出一些周边产品 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好声音面临的危机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要想重新找回节目的魅力 团队需要全面思考 综合失策 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 同时 也要时刻关注市场变化和观众需求 灵活应对各种挑战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立于不败之地 在最近的社交媒体风暴中 歌手纳英走到了舆论的前沿 让人们猜测 他是否会暂时退出娱乐圈 以避风头 纳英决定用另一种方式应对这一切 他不仅没有避风头 反而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态度 重新回到了综艺舞台 这是一个如何面对压力 如何对待自己 和如何挣钱的故事 而更深层次的是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力量 在一切开始的那一刻 似乎没有人预见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社交媒体大亨和名人海明威 突然在一档备受瞩目的真人秀节目中 将矛头对准了知名歌手纳英 他们使用了违纪这一严重的措辞 这一突如其来的指控 立刻引发了网络上的一场巨大风暴 令人惊讶的是 这场风暴的威力远超预期 社交媒体上各种各样的声音开始涌现 包括负面评论 恶意谩骂和各种不实信息 纳英的社交媒体页面 几乎被各种负面信息淹没 网民们针对他进行了无数的攻击和指责 这一切都让纳英的名声 事业乃至个人生活都变得岌岌可危 值得注意的是 这场风暴并不完全是单方面的 尽管大多数声音都是负面的 但也有一些人站出来为纳英辩护 认为这一切都是对他的不公平待遇 然而这些支持声音显然是少数 大多数人仍然持批评或者负面的态度 这无疑增加了纳英在这场舆论风暴中的压力 各大新闻网站 娱乐频道和社交媒体平台 纷纷报道了这一事件 进一步放大了其影响力 这不仅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一事件 也让纳英成为了全民讨论的焦点 无数的舆论分析 评论文章和访谈节目 都开始围绕着这个话题进行 他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任何声明 也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这一沉默的态度让更多人开始质疑他 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默认的态度 然而 纳英是否真的如外界所认为的那样呢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纳英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他选择退出一个即将举行的大型活动 并取消了自己在澳门的演唱会 这一决定无疑是大胆和勇敢的 因为这意味着 他将失去一次重要的公开露面机会 也将失去一大笔潜在的收入 这一决定 立刻引发了一轮新的舆论讨论 一些媒体甚至开始猜测 它是否会长时间地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然而 关于纳英为何做出这一决定 外界至今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 有人认为 他是为了避开这场风波 选择了避风头的策略 也有人认为 他可能是在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 为未来做更长远的打算 尽管有一部分粉丝表示理解和支持 但也有很多人表示失望 甚至有人开始质疑 他是否还值得继续支持 纳英在这场舆论风暴中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多方面的 不仅来自网络和媒体 还包括他自己和他的粉丝 面对这样的压力和挑战 纳英的反应和决定都显示出他的勇气和韧性 然而 这一切是否能帮助他走出这场风波 还有待时间的证明 乐队的夏天成为舞台 当大多数人都认为 纳英会选择避风头 暂时退出娱乐圈的时候 他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 回应了所有人 这不仅是他的一次回应 也是一次挑战 在这个节目中 纳英的表现堪称是一次华丽转身 他不仅换上了时尚的新装 还画上了明亮的妆容 看上去仿佛焕发了新生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整个人都处于一种非常亢奋和高涨的状态 仿佛所有之前的压力和负面舆论都烟消云散 他不仅与老友重逢 共同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 还与新面孔进行了愉快的互动和交流 在摄像头前 纳英不断地展示出自己的灿烂笑容和无拘无束的性格 让人感觉他仿佛回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 无论是互动游戏 还是专业的音乐表演 他都展示了出色的专业素养和高度的参与热情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句话都充满了自信和力量 仿佛他是这个舞台的主宰 尽管还有一部分人持怀疑态度 但绝大多数人都给予了他高度的认可和肯定 许多网友甚至表示 纳英用这次表现证明了自己依然是娱乐圈的一股强大力量 面对之前如潮水般的负面舆论和网络攻击 纳英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坚韧和自信 在许多人预期他会被压垮或者做出妥协的时候 他却用自己的行动和态度给了所有人一个响亮的回应 纳英在整个事件中始终保持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态度 无论是在面对负面评论 还是在乐队的夏天这样的大型舞台上 他都没有改变自己 纳英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展示出的精神力量 几乎可以用尖如磐石来形容 他不仅在节目中展示出了高涨的情绪和出色的表现 还在生活中展示出了无与伦比的坚韧和自信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和指责 他都像一座山一样坚定不一 他明白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和认可 但他也坚信 只要自己做得对 就没有必要过于在乎外界的声音 纳英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展示出了非凡的坚韧和自信 他不仅没有被外界的负面情绪所影响 反而用自己的行为和态度 向所有人证明了他依然是一名出色的艺人和一个坚强的女性 挣钱和名气不可阻挡的纳英 他的背后支持者是谁 在整个风波中 纳英的商业价值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这从他受要参加乐队的夏天 这一备受关注的综艺节目就能看出 栏目组选择邀请纳英 并非仅仅是出于对他个人才华的认可 更多的是看中了他具有的巨大市场价值和吸引力 纳英为何能在这场风波中依然屹立不倒 他背后有谁在为他撑要 不可忽视的是纳英庞大的粉丝基础 这些忠诚的粉丝不仅在风波中给予了他巨大的精神支持 还在各种平台上为他发声 甚至购买他的专辑和商品 以实际行动支持他 这些朋友在风波中给予了他很多支持和帮助 包括公开为他辩护 以及提供各种资源和机会 纳英的家庭也是他能够在风波中坚持下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无论是精神上的支持还是实际行动 家庭对纳英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后盾 在一些传言中 也有人提到 纳英可能得到了某些资本方或者公司的支持 这些传言虽然没有得到证实 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纳英能够在风波中站稳脚跟的好奇和疑惑 但同样重要的是 纳英本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自我信仰 这不仅表现在他对自己职业和生活的高度责任感 也体现在他在面对巨大压力和挑战时 依然能够保持坚定和冷静 纳英再次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名出色的艺人 更是一名极具韧性和自信的女性 她用自己的方式向所有人展示了如何面对困境 如何保持自我 以及如何无惧压力继续前行 尽管我们还不清楚 纳英背后有谁在为他撑腰 但一件事是肯定的 无论多大的风浪 都挡不住纳英挣钱和追求自我价值的步伐 一位选手的父亲在网上爆料称 好声音节目组的赛制并不宫廷合理 不仅令他大失所望 甚至还发现了一些见不得光的内幕 这位父亲表示 最终能进入导师转身环节的选手 基本上都花了高额的赞助费 或者是通过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方式 拿到了晋级资格 这位选手的父亲对此非常愤怒 替女儿可惜 也痛恨节目组的种种黑幕 其中最令他气愤的 莫过于女儿被单独叫去酒店进行辅导 这位选手父亲的爆料 无疑令好声音再次遭遇非议 但与此同时 也为人们揭开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一 女儿逐梦 家里投入数万元不止 爆料者称 自己的女儿从小在音乐方面就极具天赋 亲朋好友都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身为女孩的父亲 他非常支持女儿的音乐梦想 这位父亲表示 女儿唱歌非常好听 有才华 在歌唱方面也有追求 始终抱有一腔热血 只要听过他唱歌的人 都会认为他的歌唱水平不一般 应该在歌唱事业方面有所追求 有更好的发展 对于这对父女俩来说 原本他们认为 通过参加海选 展现个人实力 非常公平 也可让普通人实现梦想 于是 这位父亲带着女儿参加了南京赛区海选 希望女儿可以实现梦想 借助这个平台成为一名歌手 但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自从参加了海选 所遇到的种种问题都令人十分费解 在参加比赛的过程中 如果想要拿到更好的成绩 不能仅庭个人实力 还需要通过其他方法来提升成绩和名次 例如 需要大量投票 或者需要交一些额外的赞助费 为了让女儿实现梦想 这位父亲只好配合节目组提出的种种要求 前前后后一共砸了好几万进去 可是没想到 随着比赛的持续进行 女儿又被提出规则要求 二 评委给女孩发信息 要求他去酒店进行单独辅导 这位父亲爆料称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 便是在参加比赛期间 女儿还曾接到过评委给他发来的短信 告知女孩去酒店 然后对他单独辅导 按照评委的意思 只要女孩去了酒店 经过了评委的辅导 一定可以保证他进前五名 对于很多选手来说 这无疑是巨大的诱惑 毕竟参加比赛的选手 都怀揣着音乐梦想 如果有人说能够保证进前五 这个条件确实让人很难拒绝 不过女孩没有按照评委的要求去酒店 她希望可以凭借自身实力进气 而不是通过这些旁门左道来实现梦想 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 由于女孩的不配合 导致她最终没能进入前五名 在最后她只获得了南京赛区总决赛前四名 以及江苏赛区总决赛第八名的成绩 取得这样的成绩 女孩自然无缘进入浙江卫视导师转身环节 女孩的父亲表示 凡是能够进入这一环节的选手 都是通过旁门左道拿到了资格 要说今年这个暑假最火的歌手 纳英一定榜上有名 不过纳英这出名的方式有些不一样 人家都是发新歌出名 他是靠着疤就是出名 前有刀狼发新歌 纳英早年的言论被疤 成了网友们跑轰的对象 后有李文中国好声音风波事件持续发酵 全内许多人纷纷为李文抱不平 有的还爆料节目的那些恶心幕后真相 纳英作为中国好声音多年的导师 受李文事件的影响也成了重视之地 其中有一位名叫海明威的歌手 他也是选秀出身 对这些选秀节目的幕后真相十分清楚 海明威爆料一个制片人一个导师 不签约就不给进气 虽没有明说 海明威的指向也很明显 这一个导师一个制片人 就是纳英姐妹两人 其实纳英自己的歌手之路十分顺利 从小喜欢音乐 12岁加入少年广播和唱团 担任同声领唱 后来考进歌舞团 一开始是半唱 后来有唱表演 主唱发烧生病没办法参加演出 作为半唱的纳英就变成了主唱 小时候纳英的偶像是苏锐 经常模仿苏锐唱歌并登台表演 后来纳英参加了青年歌手大赛 比赛中唱了苏锐的歌曲 被谷建芬看中 成为谷建芬的徒弟 在谷建芬的帮助下 纳英的歌唱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 一开始他翻唱苏锐的歌曲 后来谷建芬帮他做音乐 让他唱属于自己的歌 1988年 纳英凭借一首西北风格的歌曲 《山沟沟》获得大家的关注 之后 纳英参加了多地的歌唱比赛 有国内的 有国外的 无一例外 均取得很好的成绩 后来他凭借着歌曲《山不转水转》 获得全国电台评选冠军 以及全国青年歌手新人奖 自此彻底打开了自己的音乐市场 除了参加比赛 参加节目外 纳英还在央视春晚表演 那时候能够登上央视春晚 都是有一定实力的 年纪轻轻的纳英 连续多年登上春晚 后来与王妃合唱的《相约酒吧》 让他的名气更上一层楼 纳英发行了个人专辑征服 取得很不错的成绩 他也成为天后级别的歌手 名气高了 人自然也就飘了 纳英本身就是大大咧咧的性子 有什么说什么 但身处于乐圈 说错话容易得罪人 许多新人遇到事情不敢说 只能憋在心里 纳英有名气 热度高 粉丝也多 说起话来就肆无忌惮 因为说话直白 不拐外磨脚 纳英的性子 获得不少人的喜爱 因为一张嘴 纳英出名 但是也因为一张嘴 纳英被人嫌弃 早年的时候 纳英就因为说话得罪过人 当时闹得最大的 就是他跟田振的那件事 纳英与田振两人 都是很有实力的歌手 纳英有能力 田振也不差 甚至比纳英还要更胜一筹 两人因为一场颁奖礼 结下了梁子 当时两人同台竞争 中国流行歌曲榜的第一名 按照投票结果 第一名是田振无庸置疑 但是没想到最后主办方 却把奖项给了第二名的纳英 田振心中不满 主办方给出的解释是 田振有事情没办法到场领奖 所以把奖项给了第二名 其实田振那天确实有事情 但是敢去颁奖 时间完全够用 主办方把奖给了纳英 纳英十分开心 他欣然接受不属于自己的奖项 并且在颁奖台上说自己很幸运 打败了其他的歌手 纳英与田振 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败了其他人